网上车市获悉 非烦扰期将于9月27日正式上市 10月中下旬开始交付 新车搭载全球首发量产 华为增强限时抬头显示系统 融合33个高级感知硬件 自驾系统配置参数 并先于小鹏T9 理想A9 新车定位轿跑SUV 采用全新的外观设计 内饰的10.25英寸加15.05英寸加12.3英寸三连屏 与分驰F高度相似 新车配备华为增强限时抬头显示系统 激光雷达8155芯片 英伟达RNX这架芯片等配置 非凡27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两种动力 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50千瓦 新车搭载三原理电池组 支持换电 最快2.5分钟可完成一次换电